今天就聘請了一位嘉賓 大家都知道現在多倫多演唱會就是一浪接一浪 上一年我就跟他做了一個訪問 因為他上一年就做了一個演唱會 今年就再接再例 Eugene,上一年又回來了 上一年你做完演唱會訪問之後 沒見你聽過 因為多倫多的歌手 馬不停蹄,一浪接一浪 我覺得這也是好事 這一年你會看到我們多倫多 所謂的樂壇圈子,華人的圈子都是蓬勃了 起碼大家很多歌手朋友可以完成自己的夢想 開到自己的演唱會 我也替他們很開心 所以這次到我了 又來了 過去這一年其實都應該剛剛超過一年 一年多了 那有沒有什麼做過 或者是接受過什麼特訓 或者是接觸過什麼 啟發到你開多一次的演唱會呢? 其實經過上一年之後 這段期間 即現在準備開演唱會這段期間 都做了很多 event 很多 music festival 也幫很多朋友做了演唱會監製 所以今年其實對自己的表演 或者其他 rundown上 編排上都會有另一個看法 因為你其實做監製 或者做這些 music festival 很多時候在選歌方面 或者怎樣去表演 你要花很多心思去想 所以這方面可能是今年對我來說 學得最多的東西 嗯 那接下來這個演唱會是什麼時候舉行呢? 接下來這個演唱會是7月6日 也是在去年同一個地方 是City Playhouse Vorn City Playhouse Theater舉行的 希望大家到時都會支持一下 那先說一下這個演唱會 那就過了這個時間了 即上一次演唱會到現在 那這次會有什麼不同呢? 這次的主題就會是Our Time 因為上一次大家看到主題是My Time 可能上一次來到的觀眾 我覺得未必大家都很認識我的 其實這次來的朋友 可能多數都已經是認識我 再次回來 或者今年可能見過我的表演 其他Performance 有興趣來看我的演唱會 所以今年我的主題設定了 叫做Our Time 那希望除了我唱歌給你聽之外 亦都是大家會有共鳴的 亦都是大家可以很開心 將這個回憶帶回家 所以希望Our Time 真的屬於我們大家開心的時光 我看到你的IG 就post了一首新歌的MV預告 是 可不可以說一下這首歌? 我接下來都會有一首新歌 叫做一世Lifetime 那這首歌其實是 上年演唱會已經出現了 但是過了演唱會之後 我發覺其實很多感覺 很多自己的想法都可能不同了 所以在這一年裡面 我都改了很多的歌詞 或者arrangement 當然我叫Band Leader Robin也幫我做了一個很好的arrangement 作曲James Mack也給了很多意見 所以在這一年裡面 我重新去錄過這首歌 重新去做好這首歌 希望在今年推出的時候 是一個真的我認為自己滿意的狀態去出 那這首歌花了多久時間去搞呢? 這首歌 即是由上年代表演唱會之後開始 都一整年 因為一來這一年都有很多表演 很多東西 還有自己真的花了很多時間去改 去做更加好一點 前幾個月也都拍了MV 跟一隊很好的團隊 拍的Oscar 跟一隊很好的團隊拍了MV 那希望到時呈現出來給你的作品 除了有歌聽之外 也有一個很好的畫面 讓大家感受到 當我寫這首歌的時候 其實我是在想什麼 這次搞這個演唱會 和搞這首歌 有沒有什麼特別困難的地方 一些很大的挑戰給你呢? 我覺得這次演唱會最大的困難 是時間上 因為其實我幫朋友做完 劉少林議員的一個演唱會 其實到現在都是一個多月的事 其實由演唱會結束之後 我才開始真正去讀Rundown 去量度所有的編排 我都是只有一個月的時間 加上我又要去記歌詞 所以這次我想最大的挑戰 會是時間 而且這次我選的歌 都會比較激烈的 所以可能我自己的體力上 要控制得很好 剛剛你也說了 你說幫了很多不同的歌手 去製作他們的演唱會 那你自己又有自己的演唱會和歌 那你怎樣去分配這些時間? 所以盡量都是 在他們做他們的期間 其實我都專心做好他們的演唱會 那之後我才去真的做自己的演唱會 所以盡量的事情不要重疊 那不然就是自己又會有亂的時間 那當然這次我演唱會 就不是我自己做監製的 那始終都是阿拉伯爺會是親自操刀的 那我在這方面就會少了一些煩惱 因為始終阿拉伯爺這麼多年 這麼有經驗的時候 他很多事情已經很清晰 知道自己想怎樣做 或者知道怎樣對我是最好的 所以在這方面我會舒服一點 那當然我都會和阿拉伯爺去談一下 很多歌曲上的選曲上的問題 或者Rundown有什麽可以做得更加好 那拉伯爺和我的合作上 可能大家都知道 雖然明義上他是我的經理人 他是我的mentor 但是我會覺得他一直都很尊重我的想法 他亦有很多自由到我的 但是當然他都會有他的concern 大家都希望做好這件事 所以這次的演唱會 名義上也是他最後一個監製的演唱會 我都希望做個好表演給他看 希望他多嬌目 那這次這個演唱會 有沒有什麽特別的期望或期待呢 這次真的希望大家 觀眾會involve多些 希望可以一起玩 不只是進來聽我的歌 所以這方面選歌就會更重要 這次我相信我選的所有歌 除了自己的首歌之外 大家都應該是Eso能詢的 正 很厲害 就是這樣的 我在和你做訪問之前 都看到Lao爺都發了一些預告 他好像接下來都會做一個 類似的一個celebration 一個音樂會 是吧 7月21日會有一個 即是我們tribute他 六十週年 都可以叫做concert 但那個是為內的 即是by invitation 不會公開發售票 希望是我們本地一群artist 和他合作過的artist 對他的一番敬意 亦都是多謝他為了我們香港樂壇 和我們多很多本地的artist 多年來做了的努力 希望他有一個很圓滿很開心的編題 好 非常之期待 那可不可以藏開一次 今次你自己的演唱會 是日子時間地點 沒問題 今次的演唱會是7月6日 星期六來的是City Playhouse Theater舉行 是晚上7點鐘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買票 因為還有一點點而已 不太多 可以去到 www.eugenchong.live買票 又是第一次網時間 OK 好 Thank you Eugene 今天收了時間 多謝你收了時間 和訪問 好 那我們到時見 好啊 到時見 到時見到你們 希望大家都會享受 OK 好 Thank you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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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